开营仪式上 精彩的花式足球表演 引来台下阵阵掌声 酷炫的球迹让小朋友们看得目不转睛 来自台湾高雄的足球教练张耀川表示 参加夏令营的32名台湾小朋友中 有28人是第一次来到大陆 让我先了解我们中国文化 就透过足球运动 能够去了解团队合作之精神 可以提高球迹 然后再跟大陆的同学 交个朋友 在为期五天的夏令营中 小朋友们除展开足球集训外 还将到古浪宇 青椒慈济宫海峡两岸中医药博物馆等地参观 搭建起两岸青少年这种交流的一个桥梁 推动我们两岸青少年更多的了解 当然将来我们希望这些孩子了解我们大陆 我们孩子们也了解台湾 将来他们之间 他们私下 他们会建立很多的这种互动 这种联络 谢谢大家